使用此培训视频您可以轻松地在Rudex交易所注册 在此交易所购买PRISM硬币并将其提取到您使用此视频创建的个人钱包中 您可以将此视频下载到您的频道而无需获利 在此视频下单击链接以在Rudex交易所https-market上注册 鲁德斯组织2等于古鲁777 转到去中心化交易所的网站 要注册您的账户 交易所不会要求提供护照数据、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 由于这种新一代交易所是在自己的区块链上开发的 您的个人数据100%匿名 您的个人资金在交易所100%匿名 您的交易100%匿名 只有最低存款和取款有限制 最高存款和取款没有限制 该交易所在CoinMarketCap和CryptoWizard上市 单击单词开始交易 我们为您的账户提供一个昵称并将其插入此字段 此昵称将位于您的推荐链接的末尾 交易所给了您一个私钥 此密钥仅在注册期间显示一次 单击此图标将提供给您的密码复制到剪贴板 在桌面上右键单击并创建文本文档 我们给出文档的名称 例如RudexExchange 将您账户在交易所复制的密码短语和昵称粘贴到其中 一定要遵守三点 一 复制文档中的数据 二 拍照 屏幕 并打印 三 保存文档并将其传输到USB闪存驱动器 如果您丢失了它 您将永远无法从交易所提取资产 现在 从文本文档中复制此密码短语 并将其粘贴到此字段中以确认提供给您的密码 密码将以这种加密形式存储在Rudex服务器上 我了解 如果我丢失密码 我将无法访问我的资金 第二个 我了解 如果我丢失或忘记密码 没有人会恢复我的密码 我已经写下并安全地存储了我的密码 单击按钮以创建一个账户 恭喜您在交易所注册 在顶部面板上 单击交换 您将被转移到交易终端 右上角是您的昵称 接下来 选择您的国家 在三个条文旁边 这是菜单 下面是用于交流的电车聊天 在最底部的技术支持 让我们单击此处的复选标记 并删除聊天 现在为USDT Prism交易所选择一对 接下来 单击这三个条带 选择存款或取款 点击按钮 我认识了 然后 在按钮上 存款 在Rudex交易所 可以使用Visa 万事打卡 CPI银行卡 购买加密货币 如果您在卡上有外币账户 选中此处的矿 然后单击从卡中购买加密货币 选择您将在比特币 或以太方中补充的加密货币 要补充比特币 您将获得此地址 如果您选择在以太方中补充 那么地址将是这样的 然后将比特币或以太方转移到USDT 由于PRISM加密硬币 以PRISMUSDT对进行交易 在以太方中选择补货 我们在下面最低补货金额是0.01以太方 我们写 2以太方 这等于3911.57美元 SIPA卡的补充是3547.82欧元 从卡银行补充是3643.48欧元 然后单击购买 我们必须了解这是一个近似金额 确切的金额将在交易结束时显示 要补充另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请单击网关 勾选方框 我同意了 选择USDT 阅读说明 请将您的创货TRC20存款发送到以下地址 最低金额为10USDT 如果你发送的少 那么硬币就不会来 地址是这个 您将有一个不同的地址 单击此按钮并复制地址 地址已复制 在任何浏览器中 我们都会编写最佳变化 我们看到这个图标 这是对认证交换器的监控 咔嚓 你给 选择您的任何银行或电子支付系统 例如 PayPal美元兑换TEDB TRC20 USDT 或预付现金美元兑换TEDB TRC20 USDT 每个人都 可以选择 在您所在国家地区 兑换最方便的任何兑换点 最主要的是 在这里 我们选择一个没有负面评论的交换器 我们关注交易所的储备金 顶部是最有利可图的比率 单击选定的交换器 在进行交易之前 与所选交换器的操作员聊天 与它核实 交换的所有细节 在这里 您粘贴 从Rudex交易所复制的TRC20钱包 地址 我再说一遍 您将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址 您可以选择其他交换器 所有交换器的接口不同 但本质是相同的 输入 兑换金额8万卢布输入 您的卡号 获取1005.72TRC20 输入从交易所复制的地址 输入真实电子邮件的地址 因为一封信会被发送到邮件 您需要从中确认交换交易 选中复选框 点击 按钮 交易所 我们正在等待交易所 的USDT补充 我们去Rudex交易所的交易终端 选择PRISM USDT交易队 今天 交易所希望 以这个价格出售硬币 点击报价 它被展示在玻璃杯中 以供购买 插入购买5000美元 让我们得到2067810普里兹母硬币 用金2067.81普里兹母硬币 点击购买 这就是你购买硬币的方式 现在 它们必须提取到您的个人 PRISM钱包中 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 第一 您在任何交易所购买的任何加密货币 都不属于您个人 只要它们在交易所 您的硬币所有者 是交易所的所有者 也就是说 您将硬币托管给股票经纪人 您在交易所的账户中有一个密码 短语 但是您的这些硬币所在的钱包中 没有密码短语 这意味着 如果交易所诈骗 或阻止您登陆您的账户 您将永远无法提取您的硬币 第二个原因 将硬币从交易所提取到您的个人钱包后 Power Mining生成新的PRISM硬币会自动开始 也就是说 您获得的利润是硬币 而不是股票经纪人 交易所有一项增加 硬币数量的服务 这项服务称为质押 这很危险 因为这是陌生人对您的加密资产的信任管理 冷静在您的个人钱包上提供相同的服务 它被称为保持期 在区块链中的钱包补获第一个区块后 保留会自动激活 持有10,099,999硬币的最有利余额 点击存款取款 再次打勾 我同意了 之后您将拥有页面的延续 选择这里 加密硬币普里资母 咔嚓 结论 提款说明 单击下面的按钮打开 PRISM输出 咔嚓 退出 一张要填写的表格出来了 在此表格中输入 今天 提取400普里资母硬币的 网关费 在这里 我们插入硬币的数量 今天 提取1000PRISM硬币的最低余额 在这里 我们插入您要提取硬币的钱包的地址 地址如下所示 如果您提取硬币的钱包中至少有一笔交易 则公钥会自动写入 如果钱包刚刚创建 并且其中还没有一笔交易 那么您需要自己输入公钥 记得 没有交易所要求您将 需要提供给您的个人 PRISM钱包 提取到个人钱包时 不会写入备忘录短语 如果您将硬币提取到其他交易所 交易所会为您提供备注短语 然后将其插入到此字段中 检查所有已完成的数据 然后单击发送 所有交易所的存款和取款限额 经常变化 因此 请非常仔细地关注这一点 我们去GitHub 我们往下走 点击链接 转到区块链浏览器 该浏览器显示 所有用户的所有个人 钱包生成的区块的交易 选择任何钱包 例如 这个 复制其地址 并在输入在线钱包时粘贴 假设是您补充了这个钱包 您的个人余额上有105654硬币 这是在您的个人钱包中 已经开采了77423个硬币 让我们看看这个钱包 挖出77423个硬币 花了多长时间 为此 请单击 此按钮 钱包详细信息 我们看到 钱包被 搁置了427天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 由于寄生虫 钱包开采了77423枚硬币 仅在最后一天 生成了745个硬币 在结构平衡的情况下 这个钱包下有 1330.748个硬币 两天过去了 钱包已被搁置429天 今天 钱包每天开采760个硬币 今天已经开采了 79014枚硬币 你可以看到 寄生虫的数量增加的有多快 您是所有这些 硬币的唯一所有者 只有您才能从钱包中提取这些硬币 因为只有您拥有此钱包的密码 没有人能够阻止您提取 您可以随时随地提取的硬币 任何制裁都无法禁止 您在任何国家地区这样做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我们会发现钱包没有传出交易的时间越长 Power Mining加速的速度就越快 为此您无需将您的硬币压在信任管理和交易所持中 您可以加快个人钱包中的硬币挖掘速度 为此您需要将PRISM Core节点下载到您的计算机 如何下载PRISM Core 如何加快将历史记录下载到节点的速度 如何安装Java 8U221 如何禁用Java更新 如何下载Mod 以便Node显示所有锻造钱包的所有功能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中告诉你 订阅该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有关PRISM区块链的重要新闻 我们下载Mod